美中貿易談判進入最後階段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出訪意大利 摩納哥和法國 屆時羅馬和北京 會不會就受到 多數西方公園化國家猜疑的 一帶一路倡議簽訂諒解備忘錄 習近平會不會順便走訪范蒂岡 推進與教廷的關係呢 備受矚目 那麼下面我們連線 美國之音記者葉斌 我們請他來給我們介紹一些 相關的情況 葉斌 你好 你好 宇舟 好的 那麼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和財政部長姆努欽 下個星期將到北京 就美中貿易之爭舉行新一輪的磋商 那麼北京的官方對此有何評論呢 那麼習近平即將開啟 以歐洲三國之行 這一方面又有哪一些 可以關注的重點呢 葉斌 目前美中貿易談判進入了關鍵階段 3月25號 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和財政部長姆努欽 將到北京與中方磋商 隨後中國副總理劉鶴 將到華盛頓去與美方磋商 親近結束的北京人大會議上 通過了外商投資法 習近平敢在出訪歐洲三國之前 簽署主席令公佈該法 官媒新華社今天全文播發了這部法律 並發表評論員文章 稱該法是一部新時代推動高水平 對外開放的基礎性法律 意義重大 影響深遠 不過這篇文章沒有提到美中貿易戰 和外商對該法提出的一些批評意見 只是說這項立法反映了 包括外國投資者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意願 就在上週中國人大會議 還沒有閉幕的時候 劉鶴與萊特希澤和姆努欽通話 中國官媒新華社報導說 雙方在文本上進一步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對於美中貿易談判方面的最新進展 中國商務部目前尚未發布消息 前天在北京結束的全國進出口工作會議提出 中國目前外貿發展面臨的環境更加嚴峻 妥善應對美中經貿摩擦 推動外貿穩中向好 那麼對於接下來要進行的這個 新的美中貿易談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今天是這樣說的 我們一起來聽 雙方經貿團隊的磋商取得了實質進展 我們相信雙方的團隊 能夠落實好兩國元首的指示 能夠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達成一份 和達成一份互利共贏的協議 美國總統特朗普此前表示 現在不急於與中國達成協議 希望簽署一個好的協議 有報導指出 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商品 也因為中國加徵關稅受到了一些衝擊 目前中國官方 對美中貿易談判的前景表示樂觀 媒體報導 特朗普與習近平在3月底的會面 推遲到了6月 特朗普2017年11月訪問北京的時候 中方予以高規格的國事訪問家 來對待特朗普疫情 現在距離特朗普與習近平在海湖莊園會晤 已經將近兩年了 下一次習近平訪美 特朗普將以什麼樣的規格 招待習近平 值得關注宇宙 好的 那麼有媒體是這麼講說 習近平在意大利期間 會不會依照許多國家元首的慣例 到梵蒂岡會見教宗 談一談雙邊的關係 這也是一個媒體注重的重點 那麼您的觀察是什麼 北京將在今年4月召開 第二屆一帶一路論壇 在美中貿易摩擦之時 習近平出訪歐洲的意大利 摩納哥 法國這三個國家 尋求一帶一路的合作機會 習近平尚未啟程 中國官方的媒體已經開始宣傳造勢 有意思的是 意大利藝術家用拖拉機在耕地上 想離出拒服習近平畫像 不過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中國官媒有所轉載或者報道 可能是為了避免所謂的低級紅 或者是高級黑吧 那麼意大利是國際團 唯一有意向加入一帶一路的工業化國家 那麼目前在債務方面 意大利是壓力強大 是否加入一帶一路 在歐美國家爭議也不少 尤其在債務方面 意大利是否與中國簽署 一帶一路的諒解賠忘錄 是一路觀的重點 如果簽署 將成為中國在一帶一路計畫方面 取得的一項重大政治成就 分析人士說 顯然在利用歐元區間的商業競爭 試圖用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條件 來拉攏意大利 歐洲外交事務委員會 羅馬辦事處項目經理 特雷莎克拉德拉表示 在聯合歐盟在制定 對中國投資 採取共同辦法的時候 意大利有可能造成歐盟不團結 歐盟委員會上週發表了報告 推出調整其中國政策的十點計畫 要限制中國企業在歐洲開展的業務 那麼華爾街日報分析稱 這意味著歐盟對中國的態度 已經由合作夥伴轉為主要戰略對手 那麼目前一帶一路的最大項目的 以及爭議呢 都跟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 馬爾代夫和希臘等 嚴重困難的這個國家有關 那麼現在網上流傳著一份 諒解備忘錄的文本 其中的內容包括政治對話 基礎設施 銷售商業和投資障礙 金融合作以及人員交往等等 外國領導人訪問羅馬呢 一般都會與教宗見面 那麼習近平此行是否會與教宗見面 猜測也是蠻多的啊 那麼教廷與中國去年簽訂了 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 引發了很多爭議 那麼中國當局目前呢 仍在強迫地下教會成員 加入官方的教會 而在河南 上菜縣 格大 張村等一些地區 教堂的尖頂和十字架 仍然遭到強拆 那麼一些獨立於官方教會以外的 這個家庭教會呢 遭到了官方的嚴厲打壓 一些教會成員甚至遭到了這個抓捕 比如成都的秋雨教會 先後有150多名教徒被帶走 25個人呢被刑拘 其中有14個人取保候審 11個人仍在關押當中 這個教會的牧師王儀 被以這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呢 秘密關押拘留 那麼這個教會的長老李英強 則以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還有一些教會成員表示 他們在刑拘期間遭到了毆打女州 好的 謝謝葉斌